先给大家讲一讲买卖房屋的时候交定金的一个过程 交定金支票一定要在24小时交到卖间的经纪公司的手里 那么如果在24小时之内这个支票没有交到 卖间是完全有权利把这个房子重新卖给其他人的 另外定金支票有什么样的交的方式呢 本票的方式 以前也可以普通的支票 但是现在基本上不采用了 最近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用电子转账或者是在银行之间的buyer transfer 这都是可以的 有人问说定金的量比较大 我一次交不清可不可以分成两次来交 那么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在24小时之内规定交的那部分 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交清 剩下的一部分在合同里写清 在什么时候补交上来 也要按照规定的时间 交到对方经纪公司的手里就可以了